也许是过分的爱 我才穿上这身举衣 告别家乡的温暖 走向远方的风雨 把所有的骨骼 都让我一人满心 不许把这笑颜 惊扰你的天天 你的天天的笑颜色 第九章 爱满考场 紧张的复习开始了 队里 组里做了调整 尽量不干扰报考人员的复习 报考人员夜以即日 埋头于成堆的复习资料中 在饭桌上 在寝室里 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讨论医难问题 男考生头发长了 胡子浓了 似乎没有空于时间打理 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 他们愁愁满志地走进了初选考场 又神态各异地走出考场 初选成绩下来了政治处通知 林芝南 刘毅通过初选 树里画家政治四门满分四百 刘毅得了256分 林芝南得了298分 是二二军区直属部队预选考生中的第一名 没有几朵喘息和沾沾自喜的时间 他们制定了复习计划 开始了新的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拼搏 早晨 东方泛白 为了不打搅同事 他们往往出现在营区的山坡上 一遍又一遍 背诵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背诵十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背诵马克思主义哲学 科学社会主义 白天晚上 他们把自己关在昏暗却安静的寝室里 晦汗如雨 计算着一道又一道习题 模拟一张又一张试卷 当某一道难题终于被解开 便有很强烈的愉快感 想歌之 舞之 素之 留意明显地销售了按张影的说法 复习考试是最有效的减肥方式 将新凉健林之男整天待在室内复习 一天中午敲门进来 飞奥林之男跟他一去游泳不可 还说劳逸结合 磨刀不误砍柴弓什么的 我没有游泳库 我有两条可以送给你用 到了五六五部队游泳场 用吃力人不算多 从宿舍书房一下子到这里 仿佛蹲了两个月监狱的人 被无罪释放一样轻松 将新凉下去轻松游了一个来回问 你怎么不下水呀 真是奇了怪了 我知道你会水 但这花架子游泳姿势 你又从哪学的 林之男更不敢贸然下水了 是跟黎明昕在军区机关游泳场学的 我教你吧 将新凉一把将林之男拉下水 一手一脚地交起来 太冷了 这里是山区与平原的交汇地带 水源都来自明山上游的雪山 林之男爬上池边 你不觉得冷吗 还行 习惯了 平时穿着衣服没觉得 将新凉身上肌肉一把一把的 两人一直待到下午快上班才回部队 探望准备已久的全军同考即将来临了 阿尔军区共分三个考场 林之男 刘逸被集中到二十考场 这天刚上班 部队车队派的北京吉普车 就停到了宿舍区 林之男提着大书包先到 刘逸跟着也到了 张颖还帮她提了个大提包 林技术源 你坐前面 我和刘逸坐后排 怎么张颖 你要全程护送呀 是啊 为了保护刘大千金不受人欺负 我要去陪考 张颖说完 朝刘逸审秘一笑 假小子 别逗了 刘逸一本正经地对林之男说 张颖要探家了 搭个便车 司机把林之男 刘逸送到驻地 就去火车站了 考生驻地是阿尔军区的一个招待所 港休憩一心 林之男第一次住上这么高档的招待所 男考生被安排住四楼一下 女考生住在五楼 林之男住在四楼靠街一边 站在楼上 俯瞰眺望大街 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看来这一带的繁华一点也不亚于C市 他望着大街上一辆接一辆 悠然潜移地自行车流 幻想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 在这陌生的大街上穿梭往来 吃过午饭 林之男和刘逸约定 下午带些需要巩固的复习资料 出去逛逛 以休息为主 便与养精蓄锐明天上考场 这是哪里 在二世的哪个方向 他们应该不知 二人漫无目标地在大街行进 大街两边 琳琅满目 八号花生米 单单面 夫妻废片 麻婆豆腐 龙抄手 听说家家都有一个方间故事 可他俩都不懂 青年男女穿的喇叭裤 大声告诉他俩 这里的改革开放 已经从腿上起步了 林之男感到刘逸在深呼吸 侧目一看 发现他出了不少汗 今天天气有点闷热 但也不至于泪成这样 刘逸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呀 可能是你身高腿长走得快 跟你并肩走我还吃不消吧 刘逸说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刘逸举重若轻 林之男歉旧地朝刘逸一笑 立即慢下步子 并不断提醒自己保持下去 从读初中起 学校离家就很远 中午来回大不留心地走 也要半个小时 回家不一定就能立刻吃上饭 能吃的饭也是滚烫的 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走快路的不良习惯 也收获了腿长身高的副产品 现在与心仪的女子一起走 人恶惜不改 后果很严重啊 走过一个军队干修所 他们来到了一个像公园一样的门口 仔细一看 是游泳场 就走进去 游泳场真大 像个游泳公园 里面绿树成荫 游人如知 有的提着游泳器材 或去或回 有的三三两两当作公园散步 有的围着一个合适收录机 在唱歌跳舞 林志南 刘逸走了一阵 来到一个空旷的游泳看台上 找地方坐下 打开随身携带的复习资料 准备再巩固一下 这两个解放军真够浪漫的 边看书边谈恋爱 林志南 刘逸寻生看了一眼 是旁边不远处 一对青年男女 在议论他俩 我看不一定是解放军 现在社会青年 穿绿军裤的也不少 男青年说 我敢肯定 看那男的穿的皮鞋 多像军用大头鞋 他们裤子系的皮带 也是棕红的 女的刘的发型 不烫不长 女青年就是细腻 观察人滴水不漏 言语中流露出对军人的崇拜和羡慕 他们该不是来公园搞人物写生吧 我看不像是谈恋爱 他们没有搭肩靠背 也没有含情默默 充其量是较好的同事而已 男青年对解放军的命题 好像已经认输 但再次质疑 女青年的其他命题 以彰显男人的强势 这你就又不懂了 这叫品味 你想想 他一对解放军男女 大庭广众之下 像你我一样 拉拉扯扯 那不像日本鬼子禁村 国民党匪兵禁殿一样 女青年请你的一位在男青年间上 亲爱的 我说的有道理吗 你怎么老是跟我作对呀 结了婚你还不把我吃了 好好好 你对 你伪光正 我甘心情愿做你的螺丝钉 当你的枪门砖 绝不当你的绊脚石 要的不 男青年像大多数男人一样 为了得到重义的女人 不惜自残男人的人格和尊严 反正总有一天 他们会露出原形的 城里人谈恋爱可争斗 林芝南无心复习 听得暗自直乐 描一眼留意 见他低着头 似乎仍在看书 脸颊像刚擦了淡淡的胭脂一样 浸润着修男 认识刘亦四年 不 应该是十九年了 今天发觉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美 二十二岁花季 像一朵含苞玉放的白玫瑰 真想去轻轻地抚摸他 亲吻他 把他踩下来 放在宿舍里 床头上 每时每刻都能看到他 可是不能 他还是现役战士 这条军规他还不敢冒犯 不要说十九年 四年对于闪电恋爱而言就像历史 但对他们而言却像正酝酿的美酒 时间越长 香味愈浓 夏天到了 金秋还会远吗 等到他和他考上了军校 他的第一封信一定是写给刘亦的求爱信 那时他们可能天各一方 尽可红艳传书 三年 四年后回到一起 互帮互学 笑如以沫 像锦如宾 执子之手 于自偕老 中国名人大家的夫妻当中 兴许会有林芝南 刘亦的名字 到那时 徐迟门报告文学的主角 应该是他和他了 林芝南 林芝南 刘亦在叫他 你走神了 林芝南回过神来 没 没有 都想那去了 现在正处于正心 修身的冲刺时刻 千万不能大意 否则将功愧一愧 那对青年男女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有什么问题吗 说事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刘亦特别加重了唯一两个字 那么门杰烈附在办公桌上 突发奇想列的那个元素周期表 陈锦润搞的哥德巴赫菜响 警察办案要求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等 都与这一命题不完全吻合 答题时该如何把握 林芝南一边谈自己的答题思路 同时惊叹留意思考问题的广度 深度 速度 晚上 林芝南铺利放假让自己早早睡觉 却久久难以入睡 主观上是明天就要考试了 如果从读高中后有上大学的愿望算起 已经八年了 终于迎来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考试机会和权利 为了这个机会和权利 他付出了比抗日战争一样多的岁月 现在抗战胜利已经在眉睫 他怎么能压抑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呢 再者 好像复习题总做不完似的 四睡四姓中还在验算试题 客观原因是住的客房紧靠大街 乘在正货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的 从大街上滚过 震得大楼窗子呼啦啦的响 连床也在震颤 好不容易找回一丝睡意 又被大卡车吓跑了 实在睡不着 林芝南索性起床来到走廊 听两边客房传来的阵阵憨声 稍微减弱了大卡车的隆隆声 他想起在老家收割麦子和挖扇红薯时 不管多大的声响 随便倒下去就睡 姑妈常说睡不着 她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她终于明白了 到了凌晨两点多钟 她睡着了 一夜睡着不到四个小时 大交通车七拐八拐 把他们送到二师第十中学校 这里集中了数千的军人考生 上午考的数学 林芝南平时复习时 不觉得困难的试题 突然变得十分难解难分 他头是昏的 发热发烫 大脑像要罢工似的 按照平时答题习惯 林芝南一般都要留半个小时 检查答卷 这次考数学 直到中考铃声响起 他还被一道难题折磨着 数学考砸了 考试时 林芝南还意外地见到 罗文峰干事 从戴的胸牌看 应该是阿尔军区招生考试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考完数学 林芝南正与刘毅交流考试情况 突然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回身一看 林明忠 是你 你也来了 林明忠昨晚住在阿尔军区大远 他叔父家 硕士怕招待所太闹 休息不好 太有先见之明了 三人一起交流考情 看来林明忠考得最好 林师弟 你这是太反常了 高等数学 你早都学了 小河沟翻大船 太不应该 当听说是昨晚 没休息好时 这样吧 今晚跟我一起住 刘毅 要不你也过去 我叔父家还有空房间 刘毅表示感谢 我住的客房不靠街 休息的还行 中午在招待所休息了一个小时 下午考证制 都是死记硬背的题 三人都考出了自己的实际水平 晚上 林芝南就随林明忠 到了他叔父家 林明忠的叔父力不长 沈子郑康美 以及唐姐林明忻 唐弟林明国 李杰信的同龄之男 打了招呼 就去各忙各的 进了卧房 郑康美小声对丈夫 李部长说 老李 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林同志 才是王静逸 最初给明星介绍那位 不知道明星 有没有觉察到 是吗 你怎么看出来的 林同志身高足有一米八零 而小江充其量一米七五 林同志明显逼小江帅气 关键是喜欢读书 都二十四岁了 他能通过初选 参加今年的军校同考统招 不简单呀 小江也很不错了 两人同龄 明星也满意 以后把他调进军区机关 好好培养 也是很有前途的 李部长开导妻子 林之男平生第一次看到 这么宽大的屋子 滑灯 地毯 沙发 电视 墙上的自画合影 把宽大的客厅装饰得富力堂皇 一幅奋斗的书法格外醒目 也与林之男此时的拼搏心境 产生了强烈共鸣 临睡前 黎明星敲开门 给黎明中 林之男送来已经燃着的驱蚊香 并道晚安 祝他们做个好梦 明天考出好成绩 李部长家处于二军区大员深处 夜里静地能听到天籁之声 虽然黎明中有打呼噜 但林之男太困了 也没想那么多了 一觉睡了七八个小时 早上醒来 脑袋清醒地像虫装了一次 上午考误里 林之男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全部试题 反复检查了两三遍 提前十分钟交了卷 三人交流后 黎明中 刘逸都认为 林之男肯定是一百分了 下午考化学 刘逸的强项 考完一对照 可能三人分数差距不大 考试结束回到招待所 三人本打算一起在上街逛逛 黎明中还想为刘逸再请客一次 部队的车就来接林之男和刘逸 说电工 洗工上任务很重 要他们抓紧回部队 也该回了 这段时间复习 其他通知帮助承担了很多工作 如果考上了 想为部队多做事的时间也不多了 这点革命觉悟还是有的 回到部队 林之男痛痛快快睡了一觉 彻底清理了中学复习资料 收拾了一大袋草稿纸 到营区旁边的河边焚烧 永别了中学树立化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留意 他祷告着 期望心想事成 星期一下午上班后不久 通信员小黄就来叫林之男 说政治处李主任请 李天良主任首先询问一下考试情况 立即切入主题 有一件事你听说了没有 江新良建议用为舍身救人了 没听说 怎么了 江新良有事吗 林之男真怕这个老乡之计 有个三长两短 江新良本人没有大爱 李天良主任 示意林之男别紧张 星期六傍晚 江新良和他女朋友 在儿室河边散步 突然发现一个女青年 跳水巡短剑 江新良奋不顾身 眼疾腿快 跳下和几下子 就把女青年就上来了 李天良主任拿出党委会议记录本 看了看 大队党委十分看重这件事 已向直属工作部做了报告 准备给江新良请二等工 如果获准 江市大队二十年来 唯一的二等工程 只公布要求我们尽快 整理事迹上报 现在政治处高干事 休探亲假 汪干事还没上手 今请市邝政委同意 我们决定请你来整理 这个事迹材料 同时也可以向 二军区报社投个稿子 政治处主任如此下任务 林之男士既高兴又沉重 高兴的是自己的写作能力 引起了组织的注意 继续努力 就不会堕落为 第二郎当烂电工了 又是写老乡江新良的事迹 这赞歌值得大唱特唱 沉重的是写英雄事迹 以往没有实践 怕写杂了不好交代 常写作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 每次准备写一篇文章或作品时 都像女人怀孕一样 经历一次痛苦并快乐的过程 林之男接受任务后 焦急地等待着江新良 终于等到江新良回来了 他小腿肚上还包着异用棉纱 躺着 躺着 不要起来 林之男让江新良继续躺在床上 怎么受伤了 应该等伤好了再回部队 再二试 林明星也好照顾你 没关系 动作太猛了 河边石头碰的 考得怎么样 这回你要为我们部队 争个状元回来了 江新良什么时候 都忘不了关心林之男 状元没有谱 你要当英雄可是真的了 大队准备给你申包二等功 让我来写你的英雄材料 林之男拿出笔合本 说说过程吧 真写呀 算了吧 我都踢干了 立不立功也无所谓 给我破格升到行政二十二级 还差不多 再说为这事 林明星也半真半假 说他要吃醋了 江新良笑道 星期六去二市办完公事 就提前回到明星的家 晚饭后 我和明星一起去河边散步 突然发现一个小女娃子 正望着滚滚河水 长时间发呆 她穿戴朴素 马尾边上扎着唇白的手绢 侧面看去 长眉大眼高鼻 长得一定很乖 我迫不及待 想看看她的正面容貌 突然 女娃子一下扑进江里 我也毫不犹豫 跟着跳下去 就像在游泳池 跳水一样 正好抓住了她的衣领 拼尽里游到岸边 路过的人 把我们俩拉上来 人们都夸奖我 舍身救人 说我受了伤 较快去医院包扎 明星从军区机关门诊部 喊来了救护车 把我和那女娃子 一起送到了医院 可是没有料到 林明星竟然对此耿耿于怀 为什么 她应该自豪骄傲高兴才是 哪儿找这么好的未婚夫 林芝南想不明白 第一 说我姓花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以后少不了念花蕴草 她问我 如果女娃子不年轻 长得不漂亮 你还会下水就吗 第二 说我心里没有她 万一我有个闪失 被水冲走可怎么办 说实话 不管那女娃子 比明星多么年轻 长得多么美 我都不会背叛明星的 江新良后悔守身救人了吗 女青年被江新良救上来后 有人说 看到她在前面找人算过命 算命真害人 江新良当时穿的是变装 人们并不知道她是军人 也就没有再美解放军的话了 江新良能够提供的就这些 英雄世纪材料能这样写吗 这样写能成功申报二等功吗 林芝南还想去探望跳水女青年 不仅为验证她的长眉大眼高鼻 如何能让江新良纵身一跳为红颜 更重要的 是为了完成李天良主任交给的 写好世纪材料 填补二等功空白的艰巨任务 林芝南同小黄一起去了女青年的家 这是一个城乡结合地区 走进绿树环绕翠竹眼印的寨院 几身狗肺惊走了一群鸭鸭 正门上的春帘自体优美 清晰可见 一个穿戴整洁得体的中年妇女 小心翼翼地迎进了林芝南 梅子这几天一直躲在房间里不见人 饭也吃不下 中年妇女是女青年梅子的母亲 她诉说了梅子美丽外表下痛苦的内心世界 梅子学名教贺向美 今年18岁了 从小就喜欢读书 成绩一直很好 读书还跳过级 去年参加高考 分数远远超过大专录曲线 但却落选了 多次找省事招生办 答复是爷爷有历史问题 本人政治表现消极 崇扬媚外 他爷爷49年前当过六个月宝掌 文革时被戴高帽子批斗过 但是前年已经摘帽平反了呀 梅子不死心 今年继续参加高考 但发挥失常 没有去年考得好 现在 一起考试的同学 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 但梅子一点阴性都没有 整天待在家里 不吃不喝 星期六说要去S省大中专招办问问 没有想到会寻了短见 难道历史问题 要世世代代套在我们娃娃头上吗 小学少先队不让入 中学共青团不让进 政治表现怎么能积极起来 妈妈说起女儿 一脸悲哀和无奈 这种情绪传导在十七八岁女儿身上 能不走绝路吗 梅子的长相确实不一般 看上去比林明星年龄小很多 梅子 就你的解放军叔叔部队的人来看你啦 梅子母亲让林芝南尽力间劝劝 也许见解放军来了 梅子突然振作起来 眼泪汪汪地望着林芝南 梅子你知道那天救你的人 是解放军军官吗 梅子摇摇头 好像在哀求说 叔叔 救救我 那你更不知道她为什么救你啦 梅子点点头又摇摇头 她是被你的纯情和美貌眯住了 为了救你 她未婚期都吃醋了 现在仍然在跟她打冷战 她还是我老乡呀 林芝南有些激动 你一定要珍惜你的美丽和才智 千万不要辜负了她呀 梅子抬起头 止住泪 望着林芝南 像刚刚悟出自己有错的小孩子 从她那真诚 明亮 清澈的目光中 林芝南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 人民解放军刚刚进城时 城里女学生对解放军英雄的狂热崇拜 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 可是仅仅过了几年 十几年 他们中不少人就成了地腹反坏右的臭丫头 坏婆娘 从此人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并不断地延续传承下去 这是中国革命先烈的初衷吗 这就是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吗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你一定知道这手势吧 梅子点点头 你如果轻易抛弃了生命 你真获得自由了吗 你给养育十八年的父母掏上了枷锁 断绝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念想 却是肯定无疑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生长在农村 从小除了几本教材 几乎无数可读 长辈讲故事 除了鬼神妖怪就没有可听的了 高中毕业后考大学联想都不敢 而你有知书达理的长辈 有美貌与才智 毕业了就可以参加高考 这多让我羡慕呀 我们都有不幸 但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 就应该持之不懈去追求 绝不轻言放弃 即使最终不能成功 但我们努力了也无愧于自己 梅子专心听着 脸上的愁云渐渐舒展开了 在你铺向滚滚江水那一刻 有多少人在为你揪心 为你不舍 如果你真有不测 你的亲人终身痛苦不说 又有多少人怜香惜玉 为你扼腕叹息 梅子应该是被林芝南说服了 临走 林芝南给梅子留下了部队地址姓名 如果愿意就到他们部队走走 看看曾经救过自己的人 试剂材料写得很顺 主要包括江新良建议用为 舍身救人的过程 良好的社会反响 追溯至江新良的平时表现 部队的培养教育 值得学习的方面等内容 至于江新良色眉色眼地看美女 不要二等工想要行政二十二级 梅子跳江的深层次社会原因 应对社会现实有负面影响 试剂材料中是不会披露的 林芝南把申报试剂材料稿 交到政治处 李天良主任看了赞不绝口 好极了 就这样了 后面的事就由政治处处理了 还一再嘱咐 抽空写篇通讯报道投给报社 这天上午 林芝南刚腾写完通讯稿 准备送到政治处审查盖章 刘一敲门来了 大白天不上班躲在宿舍干吗 林芝南把通讯稿递给他 请审告把关 指点指电 两人都想起了年初的 已到里把军民情之争 军干救民女 锦江卓新衣 某部干部江新良 舍身救人世纪计时 好一个当代英雄就美的赞哥呀 刘一聪聪看完 很好 看来自古英雄出笔下 江新良平时也不觉得怎么的 考试分数下来了 药田志愿了 林芝南顿时心跳加速 怎么样 你再估计一下 你能得多少分 刘一一点也不急 不超过三百 快说呀 林芝南急不可耐了 你总分三百一十 物理九十九 数学八十一 政治六十八 化学六十二 怎么样 满意吧 林芝南开心地笑了 你呢 总分两百四十 只有化学比你高 得六十六分 惭愧呀 刘一有些失忆 塞翁士马 安之霍福 说不定正是一个好机遇呢 林芝南也想提振一下 刘一的情绪 两人对着刘一带来的招生院校计划录用情况表 立即填起了报考军队院校志愿表 林芝南先填 姓名林芝南 性别男 年龄1956 家庭出身平隆 民族汉 籍贯M县 他在报考志愿学校栏公公整整填上了 南方长城科技大学 这间大学计划招收两名 上了南方长城科技大学 你就算是我爸的校友了 刘一又高兴起来 好像跟他是校友似的 该刘一填了 姓名 刘一 性别 女 年龄 1958 家庭出身 革命军人 民族 汉 籍贯 刘一时而服按沉思 时而回头征询 短粗浓黑的两条发辫 搭在红润细嫩的薄梗儿上 看得见细数纤细的绒毛和胸罩的肩带 听得到他的呼吸 感受得到他的心跳 林芝南的心咚咚直蹦 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男性的冲动 真想在靠近他 紧紧地拥抱他 十遍百遍地告诉他 留意 我爱你 我们永远不要分离 留意丰润的巧手 在招生院校计划录用情况表上 滑来选去 最后确定一所通信学院专科学业 填了 就他了 行吧 留意回过身 林芝南 你发什么呆呀 没 没有 可以 很好 林芝南与乌伦次应付着 李芝终于又战胜了冲动 二是生物制品研究所女职工宿舍 林芝新敲敲门 顾姐在吗 既然没有回声 就与江新良一起开门进了屋 江新良把床头小木柜 放在林芝新床边 你室友的床铺收拾得挺干净整齐吗 我也收拾得干净整齐呀 只是住得少 怕落灰尘才卷起铺盖而已 林芝新有些醋味 不过说实话 她做菜烧饭的水平可高了 我要跟她学几招 回家给你露几手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不能不抓住男人的胃 集体宿舍条件这么简陋 还能做出好饭菜 确实不简单 江新良看看小木架上的油盐酱醋瓶子 感叹不已 有敲门声 谷中华开门回来 菜篮里放着刚刚采购的蔬菜等 这是顾姐 这是小江 林明星介绍两人认识 好帅的军官呀 黎妹太有福了 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呀 顾中华乐呵呵地称赞 顾姐过奖了 结婚还早着呢 黎明星红着脸 看看江新良 对吧 江新良笑而不答 小江是北方人吗 看上去很敦厚很实在 顾中华问 是的 H省M线人 江新良回答 去过吗 没有 出了C市就到S省 其他哪都没有去过 顾中华答 那以后争取去看看 江新良邀请 要得 顾中华说 下次来时提前说一下 我做个拿手菜招待你俩 黎明星与江新良 一起下楼离开了 新良 你们部队还有没有合适的 给顾姐介绍一个 她也想找军人 可靠 黎明星请求江新良 我想想 好像没有 你那个老乡叫 你是说林志南呀 江新良解释道 我老乡现在可是像波波 她坚持要自己谈 没人介绍的一律谢绝 目前至少有两个女兵喜欢她 她刚刚参加了军校考试 考上的可能性很大 对了 你爸爸妈妈关系广 能不能在录取时帮帮她 军校招生考试还是很公平的 只要上了录取线 参考考生志愿 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就是 找不找关系差不多 黎明星说 那就好 但愿如此 可以舒服感到 Shaun 请愿西城 琴去替我 碧场 铃链人民的豪卜 小语中心 你快乐 千古穿梭深深埃 山坡永远逐一颖 山坡永远逐一颗 山坡永远逐一颗